官器论道 有一天 孔子到鲁皇宫的庙堂参观 看到了一件溢于青岛之气 这是什么器物啊 是国君放在座位右边 已是警戒的七七 我听说国君座位右边的七七 孔虚则清闲 水刚刚好则端正 水满则倒下 贤明国君把他视为最高警惕 所以把他放在座位右边 观水进去试试看 好吧 再倒一些试试 哪有东西盈满而不倒呢 请问保持盈满有什么方法 智者以愚蠢保护自己 功高者以轻让保护自己 勇者以懦弱保护自己 富者以谦卑保护自己 这就是损之又损 保护自己的方法 观济论荡 goal 音乐 解 观企论荡 翻译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